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多伦多老人、家政和护士服务 那么这是多伦多的一项福利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Homemakes and Nurses Services Program 大家跟我一起到Google当中输入City of Toronto 点开这个多伦多市政府的网站 点Community and People 然后选择Children, Youth, Parents and Seniors 点进去 往下拉,看到Senior Health Services 点这个 那么再讲一下这个服务内容的之前 有几个电话服务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老人的那个热线电话416-217-2077 那么这个是有多项语言服务的 市政府的服务 那么可以打311 它也有电子邮件 911大家都知道 然后关于社区方面的一些服务的话 可以打21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 关于就是家政和护士服务 那么这一项那个服务呢 是多伦多市政府运行的 然后是给低收入的老人 好,我们点这个连接 进去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那么这项服务呢 是一个community-based service 就是基于这个社区的 然后呢 是由市政府 多伦多市政府运行的 那么它是呢 通过这个社区的一些机构 来给有需要的人提供这个相应的服务 好,那些服务呢 主要包括 第一个就是 简单的这种家政服 第二个洗衣服 第三个购物 第四个准备食物 Who can apply 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 好,第一个就是你生病了 第二个你在康复中 第三个你是老人 第四个你是残疾人 第五个你有有限的那个收入 接下来是说 在医学状态下 你的身体健康是 身体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你是住在多伦多市的 那么这个program的话 需要这个program的case worker 这个社工来完成 你对于你这个家庭的 那个financial assessment 就是财务的评估 然后呢 再来决定 你是不是符合这项服务 那么一般来说呢 它是给予低收入的家庭 然后是给予低收入家庭的老人为主 How to apply 怎么来申请 第一步 你需要跟这个intake case worker联系 那么电话是416-392-8579 那么intake case worker 就相当于就是这个program的接线员 那么你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它先会在电话上跟你来解释 这个这项服务的内容 跟它的就是符合条件的要求是什么 好,第二步 如果你像继续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接线员呢 会在电话上跟你完成一个最基本的筛选 然后来决定 你是不是符合这一项服务 如果你符合了的话 那么这个接线员呢 它就会把你推荐给这个program case worker 那么就是相应的这个服务社工 那么这个服务社工呢 接下来就会跟你完成一项关于你财务方面 跟你身体状态方面的一项评估 然后呢 会跟你来过一下你的权利跟义务 然后跟你来制定一项服务计划 同时呢 会来解答所有你对于这项服务的问题 那么这个等这个就是相当于面试或者是家访完成以后呢 那么这个社工呢 它就会进一步对于你这项的资助或者是服务 做出那个最终的那个审核评估 好,第三步 一旦你的那个资助和服务被批准了以后呢 你会收到一封信 那个信里也包括了你的权利跟义务 同时这封信呢 也确认了你符合这项服务的资格 然后呢 也同时会提供给你这个服务机构的名字 和你相应所得到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好,第四步 那么这个社工呢 会跟你来讨论关于你所受的服务 以及就是说 跟相应的就是说 提供给你这个服务的机构 一起来讨论怎么来帮助你 也就是说这个社工相当于是一个中间人 他呢会跟你和相应的这个服务机构 保持这个联系 来关于你相应的服务的要求 那么这个机构呢会跟你来联系 然后呢跟你来一起制定安排这个家政服务 或者是护士方面这方面的服务的时间跟日子 那么达成一个共识 这个社工呢和这个机构的那个工作人员呢 会时不时的跟你来联系 或者是访问你 来进一步呢评估你对这项服务的需求 那么这个HMNS这个服务呢 是由市政府 就是说多伦多市政府和安省政府 共同资助的一项项目 那么大家如果家里有老人 或者是老人相应 就是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那么大家记得可以先打这个4163928579 这个电话去寻求这一方面的信息 或者呢这边也有一个电子邮件 就叫ITC一横叫comm at toronto.ca 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咨询 完了呢就按照这个step1234来就是一步步走下去 好那么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项 就是说关于老人方面的多伦多的一项福利 我今天呢就讲到这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那个视频的话 请别忘了点看点赞订阅 零零安居生活 谢谢